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其实我有一回在纽约地铁里等车 很晚夜里 然后那个车站可能是两层的 就是整个那噪音 其实我觉得比任何一个 用什么笔记本做出来还要更好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自然的音乐 我们终于来到了加勒夫尼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本来是应该在北京有这个采访 就是因为我现在在美国巡演 然后挺奇怪 这个采访居然就在美国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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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首王 是卡斯卡斯的吉他 还有主唱 还有外特乐队的成员 我自己第一个就是听到 就是一下就让自己觉得 必须做一个乐队的 那个乐队是The Velvet Underground 然后听完那个就是一下就不能控制自己 必须去找一些新的东西来听 然后就可能找到Sonic Cues 然后还有80年代那些No Wave 你不能扮演 卡C C C is 是2005年开始一起玩的 我们第一个乐队 三个成员都是那个理工大学的 机缘巧合欲 武首李青 卫子首李维斯 看我面出的基本上都80后和90后 有的都是高中生 我觉得挺惊讶的 整个中国文化转变特别快 可能也是因为MySpace 我觉得网络会帮助特别多 第一是大家先去唱片店 然后买唱片 每周日他们进新货 20平米房子挤了 好几十人 然后那个货以来所有人一拿 就我把手伸出来 就看手上全是血 但是也不是我的 是别人 就抢自己想要的音乐 我跟好多人一块巡演 然后大家都特别喜欢收黑椒 然后大家品位都差不多 就是大家车还没停了 就已经冲下去 开始抢 因为在国内没有唱片 对对对 没有人有那个唱片机 所以也更别提唱片了 SUNYCube 07年的时候去北京演出 就是想找一个本地的乐队给他们玩场嘛 然后当时可能是政治方面的原因 所以就是在演出之前几个小时让他们演出方 就跟我们说我们不能演 他们又再一次就问我们能不能在欧洲跟他们一块演 SUNYCube 07一直是我们最喜欢的乐队 然后他们人也都特别好 他们很有名的就是会帮助那种小乐队嘛 不光是就是在音乐方面 从他们那儿学到什么 其实还是做人吧 就包括我们在北京 然后现在也会比如说有一些好的 就比我们年轻的乐队 我们也会去帮助他们 做Carset Cards还是以摇滚乐为主 然后但是当时也听了很多不一样的音乐 比如说像那些极简的作曲家 Philip Glass, Terrell Reilly, Steele Reich 然后可能有一些别的想法 没法在那个Carset Cards实现 然后就打算做一个就完全不一样的音乐 做Vide应该是05年的秋天吧 现在是固定的鼓手 我做其他的方面 我鼓手就是他的那个鼓的声音 会进我的那个合声器 我会那个控制鼓手的那个声音 所以他出来的鼓的声音 会就更电子化 在北京会用一些其他好玩的那种小的乐器 对我有好多那种改装的小的电子琴 然后你就摸它那个改装电路 会发出那种没法预期的那种噪音 我觉得挺好玩的 这次在奥斯汀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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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这块是一个灯 然后你可以用光线去控制它的音高 在北京基本上我不认识有人去玩这种改装的那个小乐器 对我可能是唯一一个有那个改装小电子琴的人 对下一张专辑可能会用到这些东西 我们现在在那个洛杉矶特别有名的一家俱乐部叫Wiper Room 然后我们今天在这块演出 就今天晚上是三支中国的乐队 然后铺尔在旧金山演出 即使好多观众听不懂中文 但是就是摇滚乐 大家观众反应差不多 我们刚开始做一队的时候从来没想过可能来国外演出了 然后但是从来没想过要来洛杉矶演出 我觉得我做的音乐就是中国的 因为我就是生活在那 因为中国没有摇滚乐的历史 所以我们这一波乐手是听到西方音乐长大的 可能对于我们做音乐的那种语言就是西方的那种音乐 在北京做音乐肯定更 我觉得更适合我 就是北京的那个音乐圈肯定会更多元化 在北京做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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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北京做音乐 最大家的音乐 插出我 在北京做音乐 在北京做音乐 这个音乐